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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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甚至大大松了一口气 我太累了 累到不想说话 更别提争吵 我习惯性地给顾怀煮了醒酒汤 为她喝下的时候 她迷迷糊糊 低声喊我的名字 简叔 简叔 我没有回应她 默默等她喝完 在沙发上睡去 给她盖上一床毯子 我转身回了房间 第二天醒来 顾怀不知道什么时候 跑回了房间 她躺在我身边 离我有些远 只伸过来一只手 紧紧握住我的手 以前 我总是在顾怀睡着的时候 去拉她的手 睁开眼的时候 却总会发现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丢开了我的手 背过身去 她应该洗漱过了 换了睡衣 身上只有淡淡的酒气 我不喜欢闻着酒气 但从前的顾怀不在乎 喝醉了酒 她从来都是霸道地占领了床铺睡死过去 而我只好去客厅 现在 我习惯了她的脾性 她却开始改变 我抽回手 轻手轻脚地起身 却还是吵醒了顾怀 她悠悠睁开眼睛 语气懒散地问我 几点了 我一边收拾着 随口答 八点半 顾怀撑起身子 打算起床 等我收拾一下 开车送你 听到这话 我顿了顿 顾怀刚刚买车的时候 我总是缠着她 让她送我去上班 我们是顺路的 但是时间不合适 我早上九点要准时打卡 而顾怀是老板 去公司太早 会给员工造成压力 可我偏执地认为 情侣就该一起上班下班 于是那段时间 我总要把顾怀早早叫起来 让她送我 而她不情不愿 起床了也是磨蹭 一会儿看看手机 一会找找文件 她送我那一个月 我迟到了十天 差点没把工资扣完 我跟她抱怨 她却说因为送我 她不得不在停车场里坐上一个小时 才能去公司 我们各执一词 争吵不下 之后一起上下班的事情 我就再也没提过 想到我曾经竟然为了这种事情 跟顾怀煞有介事的理论 我不自觉倾笑了一下 我拿好手提包 静止往门口走去 不用了 我早上去客户那里 不顺路 顾怀一把拉住我 简叔 我昨天 她犹犹豫豫 好像在思考怎么措辞 我打断了她 顾怀 我快迟到了 有什么事情 我们晚上再聊吧 晚上回来 我们可以争吵 甚至可以分手 但现在 我想保留一些力气 去应付难缠的客户 没等顾怀回答 我转身出门 在电梯里 我突然觉得 这个场景有些熟悉 从前 我跟顾怀爆发争吵 她听得不耐烦 便会转身出门 把我留在家里 一瞬间 我好像明白了 顾怀曾经的心情 我跟顾怀的关系 从一开始 就不平等 我们在大学里相识 她比我大两届 是学生会的会长 那个时候的我太过普通 而顾怀太过耀眼 我无法拒绝她的光芒 一度陷入盲目 为了多遇见她 我一个商学院的文科生 跑去上 材料学院的选修课 为了跟她说几句话 我加入了学生会 每次活动都去搬桌子 摆椅子 给大家打杂 我大一的时光 就在这样的暗恋里 围绕着顾怀 慢慢度过 然而 材料学院的课程 我很难听懂 学生会的活动 又占用了我许多学习时间 于是我大学第一年 就挂了四门课 但那个时候的我 根本不在乎 还是一股脑的向前 满心满眼都是顾怀 直到大一选修课 节课的时候 我鼓起勇气 想去问顾怀 来借一下课堂笔记 我慢慢走近 听见顾怀的同桌问她 顾神 这么冷门的选修课 因为你儿做无虚习 你做何感想呀 顾怀没有抬头 一边整理书 一边冷声答 很烦 我正正地站在原地 再也迈不动脚步 顾怀的那句很烦 让我退避三射 我没有想过 我的一厢情愿 会成了别人的困扰 为了不打扰她 我不再选修材料学院的课程 不再参加学生会的活动 也不再关注她的社交账号动态 给她点赞和评论 后来顾怀和笑花秦染谈恋爱了 我更是刻意避开她们 可学校只有那么大 我想避开 关于她的消息 却一直往我耳朵里钻 俊男靓女 总是会引起大家的关注 她们恋爱的日常 也被人津津乐道 只是没过多久 我就听说秦染疑情别恋了 大家日常讨论的热点 变成了顾怀分手后的颓废 她抽烟 喝酒 打架 甚至丢了保颜名额 我很难想象 Singer那样清冷的顾怀 竟然会做出这些疯狂 又出格的事情 再后来 随着顾怀毕业离校 我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 我本来以为 我和顾怀 再也不会遇见了 却不曾想 大三暑假实习 我在酒桌上碰见了她 她作为乙方代表 在饭桌上 不断陪笑敬酒 毕业不过一年 她却满脸颓丧 目光暗淡 完全没有了 学生时代的光芒 我看着她 圆滑世故的样子 努力讨甲方欢心 只觉得莫名地心疼 那天酒局散去 我鬼迷心窍地 跟着顾怀到了她的出租屋 她喝得太多 勉强走到了门口 就靠着门 坐在地上 睡了过去 我走上前 用她手里的钥匙开了门 她的出租屋里一片狼藉 餐桌上放着 没有及时清理的泡面 说是垃圾堆都不为过 我把她扶进屋 安置好 然后开始大扫除 那天收拾得太晚 我在她出租屋的沙发上 凑合了一宿 顾怀隔天醒来 发现房间里多了一个人 也不惊讶 只是面无表情地问我 你叫简叔是吧 我一时间 有些手足无措 只愣愣地点头 昨天谢谢你 但是这种地方 不是小姑娘该来的 说完 顾怀拿起包 换上鞋 就出门了 也许是因为顾怀 记得我的名字 又也许是 她没有表现出反感 从那天之后 我常常去 她的出租屋等她 有时候 她刚好在家 我便给她做一顿饭 我们默默吃饭 也不说话 然后她洗碗 我回家 更多时候 我会捡到喝醉酒 躺在楼道口的她 我把她扶进屋 准备醒酒汤 煮好养胃的粥 而后离开 那段时间 我常常感到迷茫 我好像和顾怀很亲近 但我们的关系 只是校友 直到有一次 顾怀在饭桌上 拿出一把钥匙 很随意地说 以后别等在门口了 我愣了好久 才明白过来 她是什么意思 就这样 我成为了顾怀的女朋友 没有浪漫的告白 没有任何仪式 她甚至没有说过 喜欢我 但我没办法拒绝顾怀 那天之后 我顶着正牌女友的身份 继续做着之前的事情 每个周末 我去帮她打扫卫生 每次应酬 我去照顾最久的她 说来可笑 这一切看起来 好像是顾怀需要我 可是我知道 我做这些是因为我需要她 我们的关系 好像一直都是这样 我习惯了追逐 她习惯了我的跟随 这是季度末 我们部门加班赶业绩 是最忙的时候 晚上下班 公司里的人都走完了 我和顺路的女同事商量着 今天这么累 一起拼个车回家 就不去挤地铁了 刚走到公司楼下 我就看见顾怀开车 等在路边 她一边抽着烟 一边看向写字楼的方向发呆 甚至都没发现我 同事看见了顾怀 发出羡慕的惊呼 简叔 我好羡慕你啊 男朋友又帅又体贴 我笑了笑 问她 我们送你回去吧 本来说好拼车的 同事探头 往车里看了看 顾怀的后座上 摆着一大捆玫瑰花 十分扎眼 她给我递了一个眼神 然后一副懂事的样子 不了不了 我才不要当电灯泡 我宁愿挤地铁 也不想吃狗粮 顾怀听同事这么说 也笑着答 谢谢 下次请你吃饭 跟同事道别 我坐上副驾 看着后座的玫瑰 我却没有什么情绪 因为太累 我甚至没有兴致问顾怀 为什么买花 开了一段路 顾怀见我不说话 递给我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 周年快乐 我愣了好一会儿 突然意识到 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七周年 往年这个时候 我都会提前计划 定好顾怀喜欢的餐厅 准备她喜欢的礼物 然后提前一个月 提醒她空出那天的时间 不要开会 不要加班 只是每次我精心准备 满心期待 顾怀却总会被一些临时出现的事情拖住 仔细回忆起来 我们甚至从来没有安安静静地 完整地吃完那顿饭 我拆开顾怀的礼物 是一个手镯 喜欢吗 我记得你说想要这个 顾怀一边开车 一边观察我的表情 我去年跟她说过 想要这个手镯 她没有回应我 于是我自己买了一个 我扯嘴笑了笑 谢谢 我不想解释 回到家 桌上摆着一桌子菜 是顾怀从每年我们周年庆 吃饭的餐厅打包回来的 就连菜色都和往年一样 顾怀给我加了一块羊排 我记得你喜欢这个羊排 这是限量供应的 我今年也是提前一个月才定道 我看着碗里的羊排 语气平静道 我不喜欢羊排 顾怀笑着僵在脸上 我继续道 我也不喜欢这家餐厅 顾怀沉默了片刻 终于阴沉下脸 开口道 你不高兴 是因为秦染吗 我叹了一口气 这个话题还是被提起了 顾怀见我不答 继续道 你明明知道我去接机了 为什么不问我 我平静地看向她 你希望我问吗 我的回答 似乎不符合顾怀的预想 她愣了愣 随后发出自嘲的轻笑 她一脚踢翻了面前的凳子 问我 简叔 你告诉我 你到底想怎样 尽管她努力克制 但语气依旧充满怒意 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七年 对彼此太过了解 我最近的冷漠和疏离 即便她在迟钝 也会注意到 她的生气不是一时的 而是积压的情绪 终于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 可我镇定地看着她爆发 看着她怒吼 心底却没有太大的波澜 我回想着曾经的我 是如何面对这种场景的 我应该会哭着跟她争吵 会让她给我解释 会用各种问题和细节 来证明她错了 但现在 我只是平和地问她 顾怀 你还记得上次秦染回来 你跟我说过什么吗 顾怀愣愣地看向我 沉默了许久才开口 所以 你想分手吗 我低下头 不再回答 顾怀转身 摔门而出 大学毕业后 爸妈在南方的家乡 给我找了工作 买了房子 可是我拒绝回家 我想留在北城 陪顾怀打拼 为此 我跟爸妈 有过长达数月的争吵和冷战 顾怀劝过我 让我回家去 跟着她只会吃苦 的确 我在家里 食指不沾阳春水 可为了顾怀 开始对做饭 洗衣服 打扫这些家务 无比熟悉 我从前 娇生惯养到 不敢踩死蟑螂 见了老鼠 都要上蹿下跳 现在 在我和顾怀的出租屋里 我却对这些东西 已经见怪不怪 可我摇摇头 无比坚定地告诉顾怀 我愿意陪你吃苦 我是独生子女 爸妈宠我 他们只能向我妥协 但他们对顾怀的态度 一直很冷漠 这是他们表达不满的 唯一方式 顾怀在我的照顾下 渐渐恢复了生机 并且尝试自己创业 最辛苦的时候 他连续一个月 都没有睡过整觉 最艰难的时候 他欠着银行几百万的贷款 业务却不见起色 我尽我所能地帮助他 照顾他 我偷偷抵押掉 爸妈给我买的房子 给顾怀应急 好在顾怀能力很强 只要他愿意 也很讨人喜欢 他的创业虽然曲折 但总算拼出了一番天地 顾怀慢慢找回了 从前的光芒 我俩在北城的日子 也越过越好 我一直坚信 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那些付出也是值得的 直到我爸生病 我赶回老家照顾他 离开了北城两个月 当我在回来的时候 却看见顾怀的商业宴请上 坐陪的是他的白月光秦染 他们俩在酒桌上有说有笑 男才女貌 显得那么登对 而我风尘仆仆地赶回北城 听说顾怀有酒局 灰头土脸地就跑过来接他 对比之下 我简直无地自容 活像个保姆 那天晚上 我跟顾怀 爆发了第一次争吵 我质问他 为什么秦染会出现在你的宴请上 顾怀最熏熏地 不耐烦地跟我解释 我们只是偶遇 秘书恰好有事 他愿意帮忙做陪而已 我质斯底里的反问 真的只是恰好吗 为什么他恰好跟你偶遇 为什么他恰好愿意帮你 顾怀觉得我无理取闹 甚至骂了脏话 我他妈说了多少遍了 就是恰好 你爱信不信 我泪眼婆娑 压着牙 问了一句让我后悔至今的话 你还爱他吗 顾怀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他只是捏了捏眉心 无比理性地告诉我 简叔 我可以跟你承诺 绝对不会背叛你 但是你要的爱 我没办法给你 你如果接受不了 可以选择离开 在那个当下 我的脑子一阵发懵 我以为 我在废墟里 捡到了坠落的星星 就能拥有它的光芒 可我不知道 星星永远不会为我而亮 我不记得那天 自己是如何狼狈地 离开了顾怀家 林子看我哭得不能自已 打电话过去 把顾怀狠狠骂了一顿 林子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知道 我为顾怀付出的林林总总 他心疼我 所以顾怀自然就成了渣男 我听着林子对着顾怀一通数落 电话那头的顾怀 却沉默不答 突然就想明白了 我为顾怀所做的一切 想要的是真心换真心 是他爱我 可这些牺牲 却扭曲地变成了一种道德绑架 把顾怀拴在了我身边 他说 不会背叛 我是真的 因为我压在他身上的筹码太多 他不爱我 也是真的 我回忆起他创业初期 有一段时间 公司业务全部停滞 可在他压力最大的时候 他宁愿睡在公司 也不愿意回家 因为 我也是他的压力 我浑浑噩噩地住在林子家里 顾怀没有找过我 林子怕我胡思乱想 找了大学里关系不错的姐妹们 来轮流陪我 他们陪我聊天 陪我骂街 陪我烂醉 而最重要的是 他们想劝我放下 大学毕业后 大家都在北漂 听事业的 这几年兢兢业业 大小都混到了管理层 听家庭的 这两年也陆陆续续结婚 在房产证上 写下了自己和爱人的名字 而我 为了帮顾怀创业 自己的事业 没花太多心思 感情上 更是我的一厢情愿 我那个在外企当高管的社友 直言不讳地劝诫我 简叔 说白了你 就是恋爱脑 我不反对你看重感情 但是恋爱脑 也得有个笨头 我要是在哪个公司 勤勤恳恳干了四年 却没有升职加薪 老板还随时可能炒掉我 老娘牛脸就走 我知道他这么说 是为了我好 我也很想像他一样洒脱 但是我做不到 我每天和朋友们聊天喝酒 清醒的时候 却不自觉盯着手机 盼望着顾怀会联系我 爱他已经成了我的习惯 但他好像更习惯没有我 在林子家住了一个月之后 我瞒着林子去了顾怀的公司 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些什么 我坐在写字楼下的角落里 只想看他一眼 可出乎意料的是 我又看见了秦燃 他跟着顾怀和公司里的几个员工 一起从电梯出来 有说有笑 他和他们一起走进了对面的餐厅 落座之后相谈甚欢 顾怀公司的员工 我认识的很少 他也从来不主动 把我介绍给他们认识 可凭什么秦燃那么特别 顾怀带他去商务宴请 邀请他到公司参观 还把他介绍给下属 我看着餐厅里 开怀大笑的顾怀和秦燃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落 我不愿面对这样的场景 便起身想回林子家 走出写字楼 站在马路边 我晃了神 被一辆急迟的摩托车 撞个正着 醒来的时候 我已经在医院 一个月以来 我终于又和顾怀面对面 顾怀站在病床边 皱着眉说 医生说你睡眠不足 饮酒过度 导致晕厥 这是不怪摩托车师傅 我点点头 轻声问 你送我过来的 顾怀还没来得及回答 手机就响了 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眼神中露出一丝躲闪 而后转身去病房外接电话 是秦冉 又是秦冉 我看着顾怀在门外接电话的背影 回想着上次吵架之后 我的难受与心痛 心里立刻有了决断 我坐起身来 等着顾怀挂了电话 进入病房 我脸上带着笑 看着顾怀 温柔开口 顾怀 我们回家吧 顾怀应该没想到 我会这么说 愣了愣 没有回答 我继续道 我现在也算个病人 总不能再麻烦林子 继续照顾我吧 我看向顾怀的眼睛 没有丝毫犹疑 顾怀终于点了头 好 那天的争吵 我们没有再提 但彼此却心知肚明 我接受他不爱我这件事 但我依旧要把他捆在我身边 这是我应得的 搬回去之后 我和顾怀的关系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我从前小心翼翼 从来都是顺着顾怀 可从那之后 我却会因为一点小事 就跟顾怀爆发激烈的争吵 这些事情 大多跟秦染相关 在一次争吵中 我直接明了地告诉顾怀 对我而言 你还跟秦染保持联系 就是背叛 你说过 绝对不会背叛我 你最好说到做到 听了这句话 顾怀脸上露出诧异的表情 他不再同我争辩 而是转头去了阳台抽烟 而后 他找个借口出门 去公司睡了一晚 我俩都很清楚 我在利用道德绑架 勒令他顺从我的想法 我卑微又卑鄙 但我顾不上那么多 我可以成为恶女 只要顾怀在我身边 那次争吵后不久 秦染就出国了 我和顾怀的生活 表面上恢复到从前的平静 我依旧爱他 依旧尽力照顾他 但心里的间隙已经存在 不提却也不能忘 三年后 我们再一次面对相似的情景 顾怀走了之后 我开始收拾行李 准备去林子那里 相比于三年前 这一次我镇定了许多 我到了林子家 他甚至显得很惊讶 我以为你会哭着过来 我笑了笑 年纪大了 哭不动了 我和林子没有交谈太多 而是洗漱之后 赶紧睡觉 地球照转 太阳照升 明天我照常要上班 为了失恋 把生活搅得一团乱 这种事情 经历过一次就够了 我学会了成熟地处理情绪 并且默认别人也会如此 毕竟三年前 顾怀也好 秦燃也罢 都淡定而默然地处理了这件事情 所以半个月后 当秦燃跑到公司来找我 我心里很是诧异 我们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厅 找了个地方坐着 说来可笑 我对他相当熟悉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翻阅过他所有的朋友圈 社交账号 但是 这还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的聊天 秦燃很直接地告诉我 你退出吧 顾怀不爱你 你这样捆着他 对他不公平 我愣了愣 名义上 我已经跟顾怀分手了 何来的退出 但我并不想跟秦燃解释 他俩之间的事情 与我无关 我回答秦燃 我退不退出 与你无关 你与其来找我 不如去找顾怀 秦燃不甘示弱 你明明知道 顾怀觉得亏欠你 不会离开你 可这么多年了 他也没说过娶你 就这么耗着 你觉得有意思吗 我不自觉轻笑了一下 我和顾怀绝口不提的默契 在别人看来 竟然这么明显 我曾经还试图自欺欺人 对我和顾怀的未来抱有期待 原来在别人眼里 我这么可笑 我回过神 依旧回答他 我怎么选择 与你无关 秦燃张了张嘴 还想说些什么 却突然停下 抬头看向我的身后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顾怀也来了 秦燃站起身 想要跟顾怀解释 顾怀 我 顾怀没有看他 而是打断了他的话 你闭嘴 随后 他拉起我往外走去 我们聊一聊 我被顾怀抓着手腕 一直走到咖啡厅外 我试图挣脱 却拧不过他 只好问他 我们就在这里聊吧 顾怀不搭理我 一路拉着我到了停车场 把我拉进车里 他坐在驾驶位上 平复了好一会儿 尽管他的表情严肃 但努力用柔和语气跟我说 不是我叫他来的 我没有回答 顾怀继续说 我除了那天接机 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依旧没有回答 这样的对话很奇怪 从前 每次争吵 我总是话多的那一个 现在 我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见我始终不说话 顾怀发泄式地 用力拍了一下方向盘 质问我 简叔 你能不能别闹了 我愣了愣 半个月过去了 他依旧觉得 我在跟他赌气 也对 谁能想到 一直追逐他的我 竟然有一天会转身离开 我终于开口 顾怀 我们之间的问题 从来都不是秦染 你不明白吗 顾怀一只手紧握着方向盘 指尖发白 我不明白 你不是因为秦染才生气的吗 你不就是想让我道歉吗 我给你道歉 你闹够了 就跟我回家 顾怀的样子 让我觉得有些陌生 他从前会为了父母看病 为了公司贷款 为了客户签约 而忍气吞声 但他从来不会为了哄我而道歉 可这样的道歉 从前的我等不到 现在的我却不需要了 我叹了一口气 悠悠问道 我跟你回去 然后呢 秦染说得没错 这么多年 你不取就是答案 我们何必要勉强呢 顾怀没有回复 他摇下车窗 点了一根烟 看向窗外 过了半晌 他才问我 那你想怎样 其实 我们公司在我的老家南城 开了一个分部 新的业务刚刚启动 公司想调派一些熟悉当地市场的老员工过去 半年前 领导就已经在跟我接洽了 调职过去 连升两级 尽管理层 我一直犹犹豫豫 没有给出答案 直到那天 搬出了顾怀家 我便接受了调派 我如实告知顾怀 我打算回南城了 那边的工作也安排好了 最近就会动身 顾怀转过头 看向我 眼里有震惊 也有称怒 什么时候的事 半年前 顾怀冷哼一声 推开车门走下去 他一边吐着烟 一边喃喃 半年前 半年前 好的很 简叔 你早就想分手了是吧 我也推门走下车 我想跟他说点什么 但最终没有开口 停车场里十分安静 但气氛很不融洽 顾怀没有等到我的回答 扔下烟头 坐上了车 他奋力关上车门 对我道 简叔 我不是非你不可 轰鸣的发动机声响 好像代表了顾怀的怒气 我看着他开车 急迟而去 在原地呆呆站了好一会儿 我知道 我一直都知道 我自言自语 接下来的几天 我都在收拾打包 我在北城念大学 毕业后 又在这里漂泊了六年 可临走的时候 我才发现 我在这里根本没留下什么 来的时候 一人一个行李箱 走的时候 仍然如此 我跟林子开玩笑 说自己孤家寡人 截然一身 他骂我白眼狼 那我算什么 老娘这十年白 陪你了呗 说完 我俩仰头哈哈大笑起来 是啊 我在北城带不走的 可能就只有林子了 林子看出了我眼里的落寞 刚为我道 没关系 南城可是你的地盘 什么都会有的 我突然有点想哭 于是扑到他怀里 抱着他 嗯 都会有的 第二天 林子送我去了机场 下了飞机 老同学师臣接到了我 我北漂这些年 很少回南城 跟家乡的人联系的少 关系自然疏远 没什么叫得上号的朋友 师臣是我的高中同学 大学里修的是建筑学 这两年专门做室内设计 我在南城的新房子需要装修 单子恰好被派给了师臣 因为这个机缘巧合 我们才重新联系上 我坐上师臣的车 打去他道 你们公司这装修费得吃了多少回扣呀 还负责接送客户 师臣顺着我的话 这么跟你说吧 干完你这单 我能吃一辈子 所以一定得把你这大客户伺候好了 我的记忆里 师臣的心格偏冷清 不爱跟人说笑 却不知道他工作之后 变得这么贫嘴了 我继续玩笑道 那我得好好给你挑挑刺 不满意可得退钱呀 师臣一边开车 一边笑得爽朗 没问题 一定让简老板满意 到了新家 我推门进去 才发现师臣虽然说的是玩笑话 但工作真的很细致 整个房子的装修风格 简洁大方 主要色调是银灰和淡蓝 都是我喜欢的颜色 书房紧挨着阳台 光线很好 视野也很棒 主卧和客厅联通 房子面积不大 却显得很宽敞 还有那些吊灯 门框 洗手台 橱柜 所有的细节都能看出 我的设计师 在这个房子的装修上 很是下了些功夫 我在房间里饶了一圈 止不住地挖 挖 挖 兴奋不已 现在正是落日时分 我站在阳台 向远处眺望 西照江水 美丽又宁静 我下意识到 顾怀 这个阳台好棒呀 就是我一直想要的那种 话一出口 却是片刻的沉默 我意识到不对 尴尬地看向诗尘 没等我开口解释 诗尘像是 没听见那个名字一样 自然地接过我的话 我就知道 你想要这样的 上学那会儿 你就总是选窗边 有西晒的座位 怎么样 我的设计不错吧 我连连点头 大设计师就是牛 我刚到公司分部 一切都不太熟悉 但手头的工作 却没法停滞 平日里忙得晕头转向 周末的时候 原本打算去买一些 新家需要的东西 却也懒得动他 还是诗尘主动跑来找我 说是客户回访 调查满意度 结果开车 带我去了家具市场 有诗尘在 购物的过程十分顺利 他毕竟是专业的 也是房子的设计师 家里需要什么物品 配置怎样的规格 如何契合整体风格 他都很熟悉 我几乎不用动脑子 他推着车走在前面 我跟在他身后 只需要在恰当的时候 做一些简单的选择题 就好 买完东西之后 诗尘预定了 上门安装的时间 他怕我工作忙抽不出空 还特地选了自己有空的时候 帮我收获安装 开车回家的路上 我不由得再一次感叹 你们公司的服务也太好了吧 诗尘这次却不接受我的马屁 而是表情郑重地回答我 不是我们公司 只是我 不是对所有人 只有你 听了诗尘这番话 我愣了愣 回家这段时间 诗尘帮了我不少忙 他对我太过殷勤 我不确定他的意图 但多多少少也能感觉到其中的特别 可我不想去深究 毕竟我刚刚才结束掉一段 精疲力竭的感情 我现在实在没有力气再去应付新的人 新的事 我低头沉默 没有接过诗尘的话 诗尘感觉到了我的尴尬 连忙补充道 你可是我的老同学 现在还是上市公司的高管 绝对是VIP中的VIP啊 我笑了笑 顺着他的话 感谢大设计师看得起我 诗尘见气氛缓和了 开口问我 话说 咱们高中同学 你联系得多吗 我摇了摇头 诗尘并不惊讶 继续道 下个周末 我们有一场同学聚会 也没别的 就是大家出来吃饭聊天 这种局我们经常组 你要是感兴趣 就一块来呗 我有些犹豫都有谁呀 我突然加入 会不会扫了你们的兴致 诗尘听了这话 扑斥一下笑了 简姐 高中时你可是班长 社交达人呀 谁不交作业 你都能吼上几句 现在怎么还怯场了呢 我心里咯噔一下 但赶紧调整了过来 我笑着岔开话题 我这不是碍于班长的身份 害怕你们不待见我吗 诗尘看了我一眼 劝慰道 这个倒是不用担心 我点点头 诗尘却带着狡猾的笑容 补充道 大家肯定不待见你 我白了他一眼 去你的 诗尘说得没错 我的确怯场了 三年前 我再次回到顾怀身边的时候 我的朋友们都对我的选择 表示不理解 按照他们的想法 我应该及时止损 而不是跟顾怀继续纠缠 随后 我跟顾怀频繁的争吵 似乎更印证了他们的判断 大家都是成年人 在社交中都会给彼此保留体面 但我能感觉到 他们在渐渐疏远我 这种疏远并非刻意的 那些拼事业的单身姐妹 聚会的地点 都是高级的酒吧 潇洒自在 但我不适应那样的环境 那些顾家庭的朋友 常常相约露营野炊 可都是伴侣开车随行 顾怀从来不愿意陪我 参加这种局 朋友们最初也会邀约我 外出游玩 可当他们发现 我的处境尴尬 便也不再邀请我了 我也是在一年后 才后知后觉地发现 除了林子 我已经没有亲近的朋友了 所以 当师臣说要聚会的时候 我下意识地觉得 自己应该跟大家格格不入 我可能无法加入他们的话题 我可能无法回答自己的感情近况 我可能会让别人感觉到尴尬 我带着种种担心 游宜地出席了周末的同学聚会 在我推开饭店包间的那一刻 当大家的目光聚集在我身上 我浑身不自在 师臣看我到了 大驱地跟大火说 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咱们班长简姐 现在可是上市集团高管 以后在南城 咱可得指望简姐照着咱们呀 师臣这一番话 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但一瞬间 我似乎和大家都熟悉了起来 吃饭期间 同学们询问我北漂的经历 回家之后的安排 林林总总 分为友好而融洽 酒过三旬 几个女同学喝醉了 在一旁聊起高中意识 以前班里的学习委员 最熏熏地说 高中的时候 我还暗恋过师臣呢 可后来 我捡到了她的情书 发现她喜欢别人 我就放弃了 旁边的几个女同学 八卦之魂一下就被点燃了 赶紧拥上去询问 啊 我以为男神一心学习 不动烦心的 他喜欢谁呀 学习委员抬眼看着我的反向 诺 就是那位 我知道自己比不过 所以果断放弃了 旁边一个女同学恍然大悟 我说呢 又不是过年 师臣怎么突然想起 组织同学聚会了 你们说 师臣不会还喜欢剪书吧 我在一旁和别人聊天 但角落里的八卦 也断断续续被我听了进去 我知道了 师臣这几年一直单身 即便身边不缺是好的姑娘 我知道了 这样的聚会并不频繁 师臣花了许多功夫 才聚其大价 我知道了 师臣是为了我 才做了这许多 聚会结束 师臣找了代价 提出要送我回家 我笑着回绝了 师臣 最近麻烦你了 我这边也安顿好了 以后就不劳烦你了 师臣看着我 笑容僵了僵 但很快恢复常态 称 有事联系我就好 我点点头 打了个车 独自回家 抱歉呢 师臣 我现在没办法接受别人的心意 接下来的时间里 师臣没有再来找我 只是每周一 我都会收到一束花 白色封信子 助理小姑娘帮我签收 送到我办公室的时候 忍不住问我 简总 这是你的追求者吧 我看了看卡片上的落款 仅仅一个S 于是回问 你怎么知道的 助理脸上 带着暧昧的笑容 白色封信子的花语 就是不敢表露的爱 我看着窗台上的花 觉得心里闷闷的 把花放去茶水间吧 我这里不需要 听我这么说 助理脸上有一丝尴尬 但很快照做 我的生活恢复如初 除了没有顾怀 回南城三个月后 林子请了年假 来找我玩 他刚到我新家 反应跟我差不多 一直哇 哇 哇 简总 你这一百来亭的房子 怎么就给我一种 大别墅的感觉呢 我可太喜欢了 我从冰箱里 拎出几罐啤酒 递给他 你就是在北城的 出租屋里闷酒了 怎么样 你要是来南城 投奔我 床铺分你一半 我和林子一边喝酒 一边聊天 分开了三个月 我们有好多新鲜事分享 我们正聊得起兴 门铃响了 林子在把台切水果 距离门口近 直接开了门 却半天没再有动静 我悠悠走过去 林子 谁呀 林子转过头 戏谑地看着我 你还给我点了个男模作陪 我看像站在门外的尸臣 脸上一阵尴尬 我白了林子一眼 面向两人介绍道 这是我的高中同学 也是房子的设计师 师臣 这是我的大学设友 最好的闺蜜 林子 林子毫不掩饰 对师臣的打量的目光 弄得他十分不自在 师臣指了指脚边的箱子 善笑着说 上次你买的书桌 露送了一个柜子 我给你送来 我本来想接过箱子 表示感谢 然后送客 林子却抢在我前面 把师臣拉进了屋 这个柜子还得安装吧 我们两个可搞不定 麻烦设计师帮忙装一下 师臣点头答应 抱着箱子进了书房 我皱着眉 看向林子 小声道 你干嘛呀 林子脸上挂着脚匣的笑 你不老实 在南城坐拥 这么个帅哥 还不告诉我 我拍了拍他的胳膊 什么呀 他就是普通同学 林子却不搭理我 得多普通 才能把你的小房子 装出大别墅的感觉 得多普通 才会亲自上门 给你送个柜子 得多普通 才能帅成那样 还在你面前 一副受气 小媳妇的模样 我向来说不过林子 他也不想跟我争辩 他兴致勃勃跑过去 跟师臣搭讪 大设计师 这刚好到饭点了 要不留下来吃个饭 师臣没有回答 而是看了看 站在林子身后的我 试探地问道 方便吗 林子不等我回答 挡住师臣看我的视线 热情招呼 当然方便了 食不相满 我们还没做饭 你要是顺手再炒几个菜 就更方便了 我看着林子 这自来熟的样子 直犯尴尬 师臣却很大方坦荡 成 我装好柜子就来 我张了张嘴 想劝说师臣 别把林子的话当回事 林子却拉着我去了客厅 还不忘交代师臣 简叔爱吃的 我都爱吃 你看着办就好 于是师臣照着我的喜好 做了一大桌子菜 还点了一瓶挺贵的红酒 吃饭期间 林子跟师臣相谈甚欢 两人不断交换我高中和大学时期的丑事 仿佛我不存在一样 这顿饭吃完 我默默去洗碗 林子替我敬地主之意 送走了师臣 晚上 躺在被窝里 林子还不断夸赞师臣 他真的不错 比顾怀好太多 我们插科打混闹了一天 始终没有提及顾怀 分手之后 我就删除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 我不知道他的近况 也不想问 林子主动跟我提起 顾怀没有跟秦染在一起 听说秦染还去顾怀公司里闹了一通 搞得挺不愉快的 前几天 秦染又出国了 估计是死心了 听了这些消息 我嗡了一声 没再说其他 林子翻身过来抱住我 简叔 这次不许回头 听我的 向前看 我也抱住他 好 听你的 林子像大爷一样 在我家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地休假了一个星期 期间 我要是没空 他就是利用我的名义 使唤师臣 走的时候 他特意拉着我和师臣 跟他拍了合照 发了朋友圈 配文 这门亲事 我同意了 师臣还去给林子的朋友圈点赞 我游着他俩闹腾 送走林子 我赶紧回公司干活 晚上 我快凌晨了 我快凌晨了才下班回家 走到楼道口 灯泡坏了 漆黑的楼道里 却好像躺着 却好像躺着一个罪汉 我手里拿着防狼喷雾 慢慢摸索着走到我的门前 才看见顾怀 我看见顾怀靠着我的房门 睡着了 我推了推他 把他叫醒 他睁眼看见是我 一把将我拉入怀里 你回来了 我浑身僵硬 正脱开他的怀抱 你怎么在这里 我的语气很冷 顾怀终于清醒了一些 他撑着门把手 慢慢悠悠站起来 醉熏熏地说 我来找你啊 他一边说着 一边把头埋进我的颈窝 剪书 我好想你 这个姿势让我很不自在 可他整个人的重量 都压在我的身上 我一退后 他就向前倒去 就像没有骨头似的 我只好扶他进屋 把他安置在客厅 我好想你这种话 他之前从来没说过 反而 他喝醉了 我去接他 他常常念叨 我不回去 我要去公司 我看着他在客厅沙发上熟睡 觉得无比讽刺 他从前不想回家 现在却要上赶着来找我 何必呢 第二天我醒来 顾怀已经起床了 他出门买了换洗的衣服和早饭 坐在餐桌那里等我 抱歉 昨天我喝多 我没有回答 也没有走过去 只站得远远的 问他 你来干什么 顾怀皱了皱眉 顿了顿才说 来看看你 我看见了他眼里那一丝期待 可我没有回应 而是带着疏离的语气 看完了 你可以走了 顾怀的手捏了捏拳头 又缓缓松开 见书 我打算在南城 开展新的业务 我走向厨房准备早饭 漫不经心地回答 嗯 他对我的回答不满意 你没有别的想说的吗 我顿了顿 回复道 祝你顺利 顾怀起身 慢慢走到我身后 他的胸膛几乎要贴上我的后背 传来一阵暖意 他低沉轻雨 简疏 我们能复合吗 我身体僵了僵 觉得眼眶有点发热 他向来骄傲 即便从前那样爱秦然 分手之后 宁愿自我折磨 也绝不去求复合 而在我们关系里 他更是高高在上 他来找我复合 已经是放下了自尊 可是 我太累了 已经没有力气 再跟他纠缠 我平复好情绪 转过身后退一步 镇定地告诉他 顾怀 算了吧 顾怀的脸色并不好看 尴尬 失落 生气 我无暇顾及 收拾好餐具 便准备出门 走到楼下 失臣开车等在路边 我有点疑惑 走上去询问 等我 失臣点点头 我来送你上班 我叹了口气 想要拒绝 顾怀却不知什么时候 跟着我下了楼 他静止走上前来 二话不说 照着失臣的脸 就是一拳 而后愤怒地看向我 你是为了他 失臣不甘示弱 还了他一拳 你有什么资格质问他 顾怀被失臣的这句话 问蒙了 他好像刚刚才意识到 我真的已经跟他分手了 他眼里的愤怒 变成了不甘 正正地看着我 想向我求证 我只低声劝他 顾怀 你回去吧 而后 我拉开失臣的车门 坐上副驾 等车开了好远 后视镜里已经看不见 顾怀站在原地 发愣的身影 我悠悠开口问失臣 你为什么会来 失臣眼睛看向前方 略显紧张 却装作镇定地说 林子说你心软 不会轻易拒绝别人 我皱了皱眉 你别听他瞎扯 失臣却继续道 我觉得他说得对 你对前任就很心软 那为什么不能是我 我想告诉他 不管是前任还是他 我现在都不想面对 可我转过头 就看见了他脸上的伤 是刚刚顾怀打的 拒绝的话到了嘴边 变成了 疼吗 失臣扯嘴笑了笑 你果然很心软 我突然觉得自己上当了 于是转过头 看向窗外 失臣指了指 付架坐前的柜子 疼 那里有药 帮我抹一点吧 我从柜子里找出了药 放在他手边 待会自己抹 被我拒绝了 失臣也不生气 而是咯咯咯一直笑 林子呀 你到底跟失臣说了什么 好好一个人 变得这么不正经 从这天开始 失臣就开始 隔三差五地找我 他要我陪他 去参加室内设计展 我不想去 他就说 之前装修我的房子 用尽了他的心思 他已经灵感枯竭了 我受了人家的好处 只得答应 可没过几天 他又要我陪他参加 设计师行业年会 我意识拒绝 可他却嘟嘟囊囊 顾左右而言他 说之前林子来南城 他请了好几天假 我欠着他的人情 又只好答应 当他的女伴 年会上 师臣拿到了 年度最佳设计师的奖项 他穿着燕尾服 与平时不同 显得成熟而可靠 他的领奖谢词 引得在场众人 纷纷鼓掌 我突然意识到 原来那个天天 帮我打杂 跟我插科打混的 师臣 是一名如此 受人尊重的设计师 他庄重严肃地 说完了致谢 却在结尾处加了一句 另外 感谢我的女伴 很荣幸和你一起 见证了这个奖杯 在我身旁 师臣的同事们 纷纷看向我 他们毫不避讳地讨论到 嫂子好漂亮呀 陈哥还真是 事业爱情双丰收 我感觉脸有点烫 只好避开他们 独自躲去角落 从那以后 我就成了 师臣名义上的女朋友 我没空处理这些传言 师臣则从来不去辟谣 他依旧频繁地来打扰我 他对我体贴入微 甚至被公司的小朋友们 评为二十四孝男友 他总是恰到好处地 照顾我的情绪 不会过分 也让我无法拒绝 而后顺理成章地 我真的成了师臣的女朋友 和师臣交往的这段时间 顾怀时不时会出现在 我的生活里 他在南城开展新业务 跟我们公司签了咨询合同 他试图让我负责他的项目 被我拒绝后 也不再强求 他偶尔来南城出差 我们会因为业务聊上几句 他也试图问我 过得好不好 我不答 他也就不再问 我们保持着礼貌 而疏远的联系 直到我接受了师臣的求婚 这件事情 与他无关 我就没想告知他 可我在公司里发婚礼请柬的那天 他临时来了南城 还突然来了我的公司 他拿着请柬 怒气冲冲走到我办公室门外 也不顾助理阻拦 大力推开我办公室的门 我向助理摆了白手 让他退出去了 我跟顾怀纠缠了七年 给彼此一个交代 也好 我关掉电脑 穿上外套 对他到 换个地方说 我们开车找到了一家饭店 订了一个包间 不等顾怀开口说话 我把菜单递给他 你来点我爱吃的 我来点你爱吃的 顾怀愣了愣 而后接过菜单 开始点菜 我看着他 游移地盯着菜单 不由地轻笑 我不再为难他 跟服务员随意点了几个顾怀爱吃的 就让他出去了 仅此一番 顾怀的怒气消了大半 他的面色有些尴尬 却依旧不甘心地问我 就是因为这个 你选了他 我看着顾怀 悠悠开口 每次出去吃饭 他总是点我爱吃的 每次出门约会 他总是依照我的喜好 他害怕我孤单 总是介绍各种朋友给我认识 他记得我所有的癖 照顾我所有的情绪 他知道我不喜欢酒气 应酬时不得已喝多了 就自己跑去酒店睡 有一次忘记带身份证 让我去接他 头脑不清 却还委屈巴巴跟我道歉 这里面 有哪一点是你能做到的吗 顾怀沉默地低下头 过了很久 才说了一句 对不起 这个道歉 不是我想要的 现在不是 以前也不是 我常常叹了一口气 顾怀 我从前也是这样对你的 我不介意在感情里 付出的比你多 可是你的回应 让我觉得自己特别低贱 特别不堪 我感觉到眼眶里 渗出了眼泪 于是深深呼吸了一口气 才继续往下 我曾经真的很爱你 可我真的很讨厌 和你在一起时的自己 我卑微到让自己恶心 却依旧管不住自己 向你奔赴 我累了 我等不到你来爱我 也不想再跟自己为敌 顾怀 你放过我吧 话至此 眼眶里的泪水 不自觉地滑落 我一口气说了那么多 顾怀只安静地听着 我们相对着沉默 甚至能听见彼此的心跳 窗外的景色从白天 变成了黑夜 顾怀面前的酒瓶 一点点空掉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 顾怀终于开口问我 你爱她吗 我看向窗外 一对对情侣走过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他们都是相爱的吗 也许吧 我回过神 答复顾怀 我会努力爱她 然后习惯爱她 就像你习惯我一样 她张了张嘴 像是想说点什么 却最终叹了口气 低头沉默 我站起身 推门离开 这一次 我没有回头 婚礼当天 林子作为我的伴娘出席 她一会儿张罗我的化妆 一会儿跑去调戏伴郎 玩得不亦乐乎 婚礼誓言 我念了罗伊克里夫特的诗 我爱你 不光因为你的样子 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 我的样子 我爱你 不光因为你为我而做的事 还因为为了你 我能做成的事 我爱你 因为你能换出 我最真的那部分 我的傻气 我的弱点 在你的目光里 几乎不存在 而我心里最美丽的地方 却被你的光芒照得通亮 别人都不曾费心走那么远 别人都觉得寻找太麻烦 所以没人发现过我的美丽 所以没人到过这里 我一边念着 林子在一旁哭得不能自已 比诗尘还要激动 婚礼结束时 我突然觉得 人生真的很奇妙 七年前的我 心心念念全是顾怀 一定想不到 自己会嫁给别人 三年前的我 狼狈不堪地离开顾怀 却捧着自己破碎的尊严 回到了她的身边 这些年来 我有不甘 有犹疑 跟顾怀较劲 跟自己纠结 可走到今天这个节点 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释然 我不后悔爱过她 但今后 我想学着爱自己 顾怀发外 我能感觉到简叔的疏离 但说不上什么时候开始的 她以前总是要我干这干那 来证明我爱她 可突然之间 她好像不需要我了 她不再对我提要求 不再过问我的事情 这让我觉得很失衡 我不喜欢这种感受 但也说不出其中缘由 我和简叔的关系很复杂 在我最落魄的时候 我甚至放弃了自己 是她拉我走出泥潭 可她也给了我巨大的压力 她毫无保留地对我付出 在她的朋友眼里 我是个渣男 不论做什么 也无法补偿简叔的牺牲 她的父母不喜欢我 甚至在简叔决定留在北城之后 半夜打电话来骂我 我无法辩驳 简叔对我的付出是事实 她跟着我吃苦受累也是事实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都认为 自己对于简叔只是亏欠 我出于责任 必须和她在一起 可如果只是这样 我为什么会感到失落 甚至慌张 本不该是这样的 后来简叔跟我提了分手 回了南城 我看着家里空荡荡的 很不适应 我想着 适应一下就好 我只是习惯了 有她在而已 直到我看见 她闺蜜林子的朋友圈 简叔身边站着的那个男人 满眼都是她 那一瞬间 莫名其妙的不爽 涌上心头 我没有多做思考 立刻买了最近的航班 飞往南城 我知道简叔的房子在哪里 于是跑去等她 可是到了之后 我却愣住了 我急匆匆地来 但没想过要说些什么 我只好给自己灌了几瓶酒 我想 喝醉了 她会照顾我的 就像一直以来的那样 我猜对了 于是 第二天 我跟她提出复合 我笃定 她还爱我 但我没想到 她拒绝了我 她还上了失臣的车 那天 我突然意识到 她好像真的打算放弃我了 去挽回拒绝我的人 不是我的风格 当初秦冉是这样 简叔也应该是这样 可我还是鬼使神差地去做了 我的业务在北城有完整的供应链 上下游的客户也十分熟悉 开展南城的业务 并不是明智的决策 甚至可能亏损 但我力排众议 在南城开了分部 我拼了这些年 这点损失可以承受 潜意识里 我想我是认为 简叔更重要的 我去了南城 联系上简叔的公司 签了咨询合同 我想制造机会 跟她聊聊 可她对我刻意疏离 刻意冷淡 我只好保持礼貌的距离 不去过度地打扰 那应该是我第一次 因为顾忌简叔的情绪 束手束脚 所以当我得知简叔要结婚的时候 我震怒无比 我脾气不算好 这些年摆老板架子 更是没了约束 但简叔很快让我眼齐息鼓 我突然发现 这么多年以来 我真的不知道她喜欢什么 一直都是她将就我 我甚至理所当然以为 她就是跟我喜好一致 我哑口无言 但这些事情 我可以学 只要我们还有未来 可简叔告诉我 她累了 原来 她在我身边这些年 过得这么辛苦 而我 一无所知 我才明白 我没有资格挽留她 谈话的末尾 我想告诉她 我爱她 我想为曾经说过 伤害她的话 道歉 可话到嘴边 又被我生生咽了回去 太晚了 一切都太晚了 简叔结婚那天 我也在南城 我也在南城 你也在南城